我請那個陳主委還有保險局局長 我請主委跟曾局長 陳主委齁 這國華人壽的事情演變到今天 好像越演越烈 而且有一點複雜化 我想主要的我今天的諮詢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厘清三點 第一點就是 國華人壽當初它的營運發生狀況 我們接管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但是我們這個中間曾經考慮由國營企業 去接管國華人壽 到現在我們用公開標售的方式 標售給全球人壽 這個過程還有整個轉折 要怎麼樣讓社會大眾知道 我們當初政府這個決定 是對的 為什麼是對的 應該讓社會大眾了解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想聽聽看主委 你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到今天我們標給全球人壽 你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 基本上從正面的角度去看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 國華人壽被接管 我想這個背景大家都已經很清楚 說得很清楚 那接管以後 其實接管它其實只是一個 暫時的狀態 它不能夠就是變成它要去經營 這是不對的 而且安定基金它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角色身份 法律也沒有給它這個地位 那另外的話 社會其實也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接管其實就要引資 就要找進新的經營者 經營團隊 把這個公司重新再出發 讓它這個公司經營得好 回復起來這樣子 那種情況之下的話 所以它就去進行這些努力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先做了一個 招商引資 但是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第二個就想到說 這個金額確實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呢 是不是由公營的金融機構來接 那當然就是主要就是講說台營人壽 那時候初步跟他們談 當然台營人壽呢 也說可以大家來談一談 但是我跟溫婉也報告 其實公營機構 要去併一個這樣民營機構 這牽涉的問題其實是非常的複雜 賠付金額是一個數字 員工的安頓 既有員工 現在這個整個台營金控的 員工的態度也是個因素 所以這個因素非常的複雜 結果呢 討論大家努力 但是努力的最後呢 是沒有辦法達成這個交易 沒有共識 這個也不能夠去硬要 逼他要去吞下去 因為台營還是個經營的主體啊 他一個經營主體 他要是負擔盈虧 員工他還有員工的期待 所以這種情況下 只好繼續走標售的路 標售其實是國際上面 也是我們國內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 他的標準的正常的作業程序 那這個標售呢就是透透明明啦 我們必須找到就是說符合這個財務要求的 各種資格要求的這些這個金融機構 然後呢這些金融機構的資格出來以後 接下去呢我們就用一個最透明 最公開的方式就是按照這個價格來決標 因為價格是最透明的 那當然前提就是說這些機構呢 一開始來說我們要去審 那審他的資格 我們就會有一些資格的條件 那安定基金透過這個財務專業顧問 這財務專業顧問也是這個公開招標領選的 這樣子的呢讓他這個定出這個條件 然後再去審 審也是經過財務專業顧問去審過的 然後才能夠讓他去開這個價格標 所以這個程序是完全的公開透明 而且我們也不能不處理 因為安定基金他接管是一個暫時狀態 最終他還是要找一個團隊 讓這個團隊能夠去經營 讓這個保險戶能夠安心 讓這些員工他能夠有一個歸宿 有一個工作大概整個情形跟 這位主委齁 基本上你認為整個決策是站在 讓我們的這個保護能夠 潛意受到保障 然後讓我們的金融市場 跟保險市場可以受到這個 比較安定的 對 最重要是金融安定 對 金融安定的一個狀況 對 金融安定的一個狀況 這個接管去考慮 其實就擔心有系統性風險 因為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那個系統風險出來的話 那整個保險市場就一片混亂 所以我現在去處理的是 金融安定 基本上講起來 當初的出發點 是正面的 但是史料未及的是 現在變成有很多的爭議 那有很多的爭議就會有 有一種就是說 我們最後告訴社會大眾 我們的決定是對的 第二個會變成我們決定是錯的 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現在要告訴 請陳作為告訴大家 假設最後的決定是對的 這個之間 當然 我們要釐清了很多的 這個狀況 包括我們剛剛 我們費昭偉所講的 喜安都要搜索的時候 剛好都要宣布得標的時候 然後 為什麼會有義附地的這些弊案 將來要怎麼處理 這些人都要跟社會大眾 講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覺得說 還有 其他的 比如說 我們現在 到底我們 用 公開標售的 第一個是資格標 第二個我們當然是在比底價 齁 這比底價 我們的底價 你敢有辦法在這裡 大家說 到底我們的順序的地價是多少 這個 這個 不方便講 這不能講 參加投標的後來 資格標 通過後 參加決標的有幾家 嗯 這個數字是 這個 這個 是不是 正俊長說明一下 這個是有三家 有三家齁 可以不可以 不要 不要講哪一家怎麼樣 離第二家 我們到底是差多少錢 差多少錢 這個標價我們都不知道 也不曉得 這個標價我們都不知道 蛤 你 不知道要怎麼比 沒有 他是他有一個開標的主持人 不是我們主持人 不是我們主持人 不是 不是你們主持的 所以你們不知道到底第二家是怎樣 這個因為他有那個 因為這牽涉到人家投標的話 所以他們都會牽涉 都會那個叫做保密協定 現在齁主委齁 同時三家投標啦 齁 資格標之後 我們三家就投標啦 全球人壽他用八百八八十億左右 他管一承接 這個 這個國華人壽 我想 整個專業一定是 就是說有達到我們的底價嘛 有達到我們基本的底價嘛 有這個底價的問題嗎 不 當然是要那個啊 哦 當然是在這 符合我們的底價才會投標啊 對 社會議論 都認為 甚至於應該超過一千億啦 我們當然不知道 另外兩家投標的金額 是不是超過一千億啦 但是社會大眾普遍的看法 是要超過一千億 為什麼他敢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說八百多億 把他標下來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去解釋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 一個經營的手法 也要讓社會 社會大眾安心嘛 不讓他保護安心啊 不然這樣 不讓他招了 咧 齁 我想 這個都是要去考量 第三個 我是覺得說 主委 保險安定基金啊 差不多才一百六十億啦 你現在他 我們要付給他八百八十幾億 我們還要倒貼 我們就去張羅 保險安定基金還要去張羅七百二十幾億的 這個金額 是不是這樣 錢從哪裡來 沒有他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億了 蛤 有三百多億 有三百多億也要五百幾億 對 所以這個依照保險法有明定 他可以向金融機構借款 向金融機構 什麼人要補正 透過公開招標 什麼人要補正 因為法上他的財源有確定的 他有償還的財源 他有營業 所以金融機構 你的意思是說他借這五百多億 也沒有 不會發生問題 保險安定基金 再去張羅五百多億 像金融機構張羅也不會發生問題 依法要 依法他可以借 那借不借得到 然後再來這個 因為他有固定 其實他也有固定財源 所以他都透過市場去競標 大概就這樣 什麼人要補正 那什麼人要補 五百多億的歷史誰要補 安定基金也要編財源 他也要自己去負責 阿不然安定基金如果借不 還是發生問題 財務發生問題要怎樣 安定基金他有固定的財源 他有固定的財源 在保險框上把它配好了 阿時間要多久 這個部分的話 他每年大概有九十五億 一年大概有九十五 阿不然他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億了 阿五百多億五百多億六十五 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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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這六十五的當中 我們怎麼要補正 沒有發生 保險界沒有發生問題呢 我們是現在是假設這個狀況 都要去做一個模擬 阿齁 所以我剛才報告 我們安定基金的財源 我們會再來這個設法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做,讓社會大眾可以接受,而且認為說這個沒有問題,這個都要去考量 第四點不是說,我們現在給他二十年的金融監禮的寬容期 現在保國化人壽的,跟社會大眾會有一個擔心 二十年啦,我跟你說齁,如果要掏空,或者是要無鬼搬運,不用五年就該管了啦 不要二十年啦 他這個不是什麼這個,他不是什麼都不用監禮啦,他是針對國法現在這一塊的資產 他在計算這個一些財務數字的時候的,但事實上他所有國法的財務,他現在的這些資金,還有包括這個安利金金的錢 這部分都要嚴格監禮,這個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你在說的就是這樣嘛齁,你講的你還是有一套監禮的機制,並不是寬容期二十年,就不是去監禮嘛 你還是要,這二十年的寬容期裡面,你還是要,根據相關的法律規定,要怎麼對保護做一個保障 讓他真正的,在二十年裡面,他真正的成為一個上軌道的保險公司嘛 不是告罪啊,變成國法第二嘛,你要讓社會大眾要了解這些事情嘛,齁 所以你現在假設,你的決策是對的,我倒認為說,你應該把這些事情都要好好的講清楚 讓社會大眾知道說,我們最後,金管會 或者我們的金融保險安定基金,去把這個標售給全球人壽,基本上我們決定是對的 而且,在二十年之後,我們相信他會成為一個很正,經營很正當的,然後這個很 很好的一家保險公司,你也要讓外界知道嘛 各位,這樣子啦,我們其實齁,就金融經理來講的,我一定要秉持我的專業,根據專業的這種機制去,那個要求跟管理 另外的話當然,嚴格的監督管理,這都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夠確保這個保護的權益啦 老實講齁,你今天如果說不是持續的去要求監督管理的話齁 你說,我現在就空口說一句話說,絕對沒有問題,這個東西沒有說服力的啦 你怎麼說,我沒在做金融府的主委了,這以後人什麼人要負責,我怎麼不知道呢 所以一定要持續不斷的去嚴格監督管理 所以,所以你進就是要把社會大眾說清楚嘛 我覺得你現在,一個是,我們當時決定公開標售,為什麼這樣做,是對的是錯的 第二個,我們如果這個決策是對的,我們所發生,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爭議 跟這些時間,大家所提出來的質疑,我們要怎麼樣讓社會大眾了解 第三個,我們將來要怎麼樣讓它變成一個經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公司 可以讓社會大眾跟保護,他們可以放心,把這些保單繼續補下去 所以我想你今天基本上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努力,謝謝 好,謝謝 我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